临近年关,望雀楼有消息递来 幽山在龙元国南境,几英山脉深处 我年后亲自过去一趟查探 杀人兵器有多少不知 但是,或可查到用这个禁术的人 明且只有幽山铲除 只要查出是谁采挖或者是购买这种铁矿 就能够追根溯源把人揪出来 嗯,你们回去准备准备 年后出发 这次老毒物跟我们一块去 我们也要去 自然要去啊 你以为幽山是什么地方 猛兽横行 毒虫贬地 毒物缭绕中年不散 本座一个人去 去送死呢 毒不尽一个时辰后 独自杀到望雀龙 哎哟喂 知道老头好用了 知道老头本事了 幽山 老头可是听说过的 这么多年想进山寻宝的 甭管是江湖豪客 盗墓神透 还是皇家贵胄 皆是有去无回 想让老子跟你们同行走一遭 也不是不行 嘿嘿嘿嘿 你求我呀 你求我 我就去 原来你听说过幽山 那你肯定听说过 幽山里面都藏着什么毒物 比如七彩毒株 九缕蛇 赤头蚁 金尾蝎 供养这些毒物的地方 毒草定然也少不了 就连笼罩在山上的雾水 都有让人眩晕窒息之下 满山都是毒呢 小人 你当我不会自己嗝去吗 就是不跟你一道 幽山进山 沿途都被人设了机关 你想自个儿去 当然可以了 祝你好运 你说谁来 本座 脑子没问你 退下 以前面见胡帮主 至少还知道客气两句 今日白某难得亲自上门 你倒是连客气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十二码头的代客之道吗 也没见白楼主 把自个儿当客呀 自己人 白某就不生分了 此次来是有事相邀 你谈谈的还真会打射随惯上 何事 年后我要去一趟龙园幽山 烦请胡帮主给领个路 白晓风 你很早之前就调查老子了吧 想在风云成混 对手的信息自然是掌握得越详细越好 胡帮主 莫要见怪 这个忙胡某帮不上 白楼主另请高明吧 离启程还有一段日子 胡帮主不要着急下定论 慢慢考虑考虑 以胡帮主今日精实之能耐 幽山也并非洪水猛兽 你说 是不是 来都来了 今晚在苏家吃顿饭 胡帮主 本座等你过来饮酒 天宝姐姐 这次就带上我一块去吗 好不好 独老头都能一块去 为什么我不能 你不在家 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多孤单啊 没人玩 没人配 没人疼 就是冬天菜园里 上双打蔫的大白菜呀 小麦穗 求求你 接几步说话 你上门口嚷嚷去成吗 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 尤其是最后一句 让师父师娘听一听 等我能一根手指头揍你 我就上门口嚷嚷 除夕夜 晚饭格外人气 胡老头 你不会在那桌下毒了吧 这种喜庆的日子 爷爷是干那种事扫兴的人吗 过完年咱们就要出发了 白小枫那贵儿子生怕我不去 见着就叮嘱一次 哎呀呀 知道爷爷的重要了吧 你们没我老头就不行 是 我们没你不行 对了 小安子他干爹 估摸着也一块去 我不小心听了个墙角 大胡子 好像有些怪怪的 他好像不喜欢 幽山那个地方 就跟我老头子不喜欢 来来来 吃饭吃饭 吃完了 咱们扔鞭炮去 嗨 远近都是自己人了 过来一块聊聊 那么生分作甚啊 老子粗人一个 不懂那些风雅的玩意儿 我也不懂啊 不懂也要装一装 好歹糊弄一下门面不是 像我 勉强认的几个大字 一样在家里 特地弄了个书房 堆了一屋子的书 一年呢 也看不上一夜 白家主 你说话倒是不生分了 我俩一个儿子 还是霍先生的弟子 又跟大胡子的干儿子是同门 你说 我们几个还生分什么 早就扯到一起了 谁也没想到 有一天 几人竟然能坐到一处 如这般有说有笑的 二院莫运河就开始解冻了 届时 你们也要启程了吧 白楼主 此次龙园幽山行 当真有必要 是奇门禁术与你有关 天下奇门术 皆出自一远 门有门规 善用禁术者 视为判处师门 必不能轻扰 我虽并不是什么好人 但也不耻 将同袍当猪狗 我家小子闲不住 此行让他跟着你 趁年少 多开开眼界 掌掌见识 老子就当带着干儿子 也去掌见识去了 霍先生 你刚才问白小枫有无必要 可是背后 有什么暗藏的危险吗 眼下无妨 放长线吊大鱼者 颜知不会被大鱼拖下水 反间一身尸 那白某就放心了 年后开春 白小枫就带着田宝等人 浩浩荡荡 往龙园幽山出发了 八夜中猎羊一旧坐在运船上往下看去 满河细碎金光 你要查的线索这里已经断了 之后怎么把佣金术的叛徒揪出来 等背后的人继续放耳 本座岂会坐以待毙 天下奇门术源于一宗 门派弟子虽人数不少 但是有机会接触到金术的却不多 本座只需要一一排除 就能把那个人揪出来 他躲不了多久 白小枫 你到底是什么来路啊 咱们几个打交道 也不是三五年了 你在流放之地待着 也有二十多年了吧 三个恶人里就数你最神秘 恶人里最神秘的除了本座 还有白魁 再说了 你以为你是好东西 前头刚轻轻热热换人家老东西 转头又说人家是好东西 讨厌 等一行人打打闹闹到得苍无城 刚穿过城门 就看到贴在城墙上的告示 慢着 站住 吼什么吼啊 看 把爷爷吓跑了吧 别装了 露馅了 毒不清 老东西 欺人似散而逃 甩开卫兵后 立刻寻小巷改头换面 九二 你说这次出去了 毒爷爷会不会被剃发呀 等找着毒爷爷 先帮他梳头 不用找 直接去忘却楼 暗点就能会合 毒爷爷贪玩 定要带那些卫兵 留很久才能进行 很快会有人找上门来 这几日 各自小心一些 龙元故皇帝脑子里塞的 不知道是草还是谁 约前在境内又下一道令 重金卖我们几个人头 老子现在脑袋支千两黄金 那我脑袋定支两千黄金 闺女儿 别太看清自己 你脑袋可支万金的 龙元皇帝这么有钱 并不只是龙元 另外八个国家也出了家 皆是黄金万两 换而言之 拿下你能得九万金 立马就能成为一方富豪了 干爹 你脑袋多少钱 一千五金 毒爷爷呢 两千金 白小子五百银 苏安苏文苏武 各百两银 这四个可以忽略不计 没人乐意为了区区几百两银子来送死 但是千两斤万两斤 远以铤而走险的人可就多了 那些人属实是没什么眼光 我白小少爷就值区区五百两 谁定的价 少爷往他嘴里摘一千两 自九国通缉令上的八人 齐齐现身苍屋城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即刻有人不断地从各地奔来 这就是庙会啊 小谈争宴 杂耍争芳 果然热闹 最热闹的在后头 后头还有啥好戏啊 八金刚大战群雄 史无前例以后常有 欢迎观赏 人这么多 咱们也已经打扮得这么不起眼啊 不容易被认出来吧 庙会完了 咱们就撤 四面八方藏在暗处的视线 悄无声息地往这边挥去 弓箭手已经就位备战 统领 真的要动用弓箭手吗 庙会上聚集的 几乎全是普通白系 一旦弓箭齐发 他们根本没有地方可避啊 圣上有令 只要能绞杀那几人 补气代价 可是 没有可是 君令如山 圣令更不可为 探子入场 那些人精通易容术 但是有些特征却是藏不了的 黄雀罗罗主白小峰 爱干净其熏香 就算易容 也会把自己打扮得干净高雅 罗伯秦数十年与毒药为伍 身上有屈不散的草药味 十二码头帮主面上叙叙 最容易辨人 朝着三个方向寻人 但凡有可疑人物 立刻发送信号 九二 前头就是城隍庙 逢年过节 多有善男性女性庙 上香祈福 要不要去求个好运啊 不求 虽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但是给苏阿爷 苏阿奶他们祈个福 也是可以的 不灵验也不亏 万一灵验了 那不是赚了吗 你在打什么主意啊 他们在这儿 小心戒备 让他们跑了 狗东西 竟然敢往本座身上秀 哦 这次是你露馅了 可别再怪到爷爷头上来 啊 爷爷尖是梳了头发的 此番竟然要在菩萨面前 大开杀戒啊 哦 罪过罪过 菩萨若要降伐 伐群狗 他们仗着有牙 乱咬人呐 场外肯定被重重包围了 想要把我们拿下 官府肯定会动用远程弓箭手 我逛摊子的时候 丢一类地景 城隍庙坐在庙会场地南角 后方是一片水棕林 适合突围 直到老头在这儿 那些人肯定会带着 各种必读解读的玩意儿 老头要跟他们斗毒 别玩了 人来了 送死送得这么着急啊 何苦来灾 黄金再有人 也得有命花呀 打吧 还说个屁啊 少女如箭破空 将几间庙里的人群 一分为二 白玉青校加入打斗 天宝 你走我右 我要上面的 没你什么事 看看看看 谁的功劳 凭什么不让我打 城隍庙后方围墙 已经破开大洞 庙里只剩一地的死尸 去水松林 定要将他们困在那里 此刻田宝等人 已经从另一个方向 离开水松林 闪开 说响声随之骤停 众人四散 几枚五刃镖 就定在几人 刚才所站的位置 梅花镖 又来一个阴魂不散的 九万两黄金 勾了你们的魂了 头爷爷 活亏得是半活人 不怕死 不被毒 但是他们能用眼睛视物 嘿嘿 这次看你爷爷的 老头动手时 远处一缕敌音榨气 这里我们能拦住 白玉 三小子 你们去帮田宝 毒尾档里 两道身影 一前一后的飞纵 女的 真是好身手 这么快就发现 老身的藏身处了 不是你将我引来的吗 既然知道 老身故意引你过来 你还敢独自现身 倒真是自恃无恐 五指尖 吸入毛发的暗器 尽数排出 当当五声轻响 田宝以刀身挡下 田宝 我们来助你 包围夹攻 别过来 他的暗器有古怪 可惜晚了些许 牛毛针朝那个方向 急射而去 田宝目光一凝 想也不想 飞身过去 将牛毛针再次拦下 田宝 怎么回事 那些暗器不是牛毛针 是火物 火物 什么火物啊 田宝 你没中招吧 没有 田宝视线落在那层芦尾 地上流出血色 老妇人已然气绝 她这才又看向 地上被击落的暗器 气如毛发 落地后仍在蠕动 是虫子 这些应该是蛊虫 蛊虫 先离开 回头问问毒爷爷 他对毒之类的东西 了解的比较多 你那饼剑不要了 恐防有差 脚刚刚抬起 就听到对面三人大喊 小心 田宝 田宝 别慌 火 那个狗东西 死了居然还会自爆 为什么会爆出这么多虫子 老子要把它烧成灰 田宝 真有你的 快出来 哥哥瞧你伤着没有 待会儿毒爷爷来了 该要扒我们的皮了 你们的手怎么回事 田宝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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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啊 这个破地满地芦苇 就没一根能够燃起来的 一时情急 这不把手也烤了吗 我给你们扔的木材甘草 你们没看见 啊 所以我们的手白烤了 所谓人生难得几回烤 烤自己的肉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无妨无妨 不亏 不亏 啊 我的手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天宝 险些拖累了你 天宝 你可别跟哥哥们俗气啊 咱们几个在家里是什么地位 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 别说是烤猪手了 回头 咱哥几个 还得被家里刮一层皮 你就当是为了哥哥们的皮着想 啊 也让我们几个有点表现的机会不是吗 哥哥保护妹妹 天经地义 这种事 犯不上矫情 不然哥出去行走江湖的话 要被笑话的 不然人最重风骨 天宝啊 不用哥哥都说了吧 先救你们的烤猪手吧 话那么多 不赶紧图样 回头你们吃饭都不利索 独爷爷 你认识这些虫吗 天宝把这发生的事情 简单跟三个大人说了一遍之后 指着满地的虫师问 嗯 这些应该是蛊虫 我对蛊虫虽然没有研究 但是因为对毒感兴趣 所以以前也翻过不少的相关点籍 稍有了解 这种应该是枪足的血丝流虫 以人体为炉才能运养 血丝流虫没有毒性 但是一旦钻入人体内 便会伤害人体头部 极易使人产生幻觉 甚至是电筐 承受不住的人 要么变成尸杀的恶魔 要么自枪而亡 而且这种虫 一旦进入人体 是极难清除的 任何手段都杀不死 繁殖又特别快 只有炉顶死亡的时候 他们才会破体而出 另寻人体寄生 天宝 你确定没有受伤吗 先回运船 上船后让天宝再自检一遍 小心为上 天宝将全身上下检查过后一遍 微低着头 视线落在右手指尖 指腹上是一条极短的发丝 又或者是说 是被掐了头的血丝流虫 这是挡暗器的时候 附在他头发上的 至于可能中了蛊虫 天宝相信 这世上万事都有可解之法 如果没有 也是还没找到罢了 天宝 怎么样啊 好了没有 可有发现伤处啊 没有 是真没有吗 你可别匡毒爷爷 真没有 你看我不一直好好的吗 要是有哪儿不舒服 可一定要及时说出来 不许藏着掖着 好 小子们没人理 唯有饱饭能够慰藉 先伤口饭吃吧 杜爷爷 干爹 大胡子叔叔 这么点小伤就叫唤上了 比身归女子还娇气 我们没叫唤 干爹 我们四个都受伤了 受伤了呀 不该吃点好的吗 受伤一吃清淡 谁说的 不是你们姑姑说的吗 当年我受伤在土北村 吃了几个月的青菜豆腐 你们几个看着 可没给我一口肉吃啊 啊 杜爷爷 嗯 受伤不能等闲适之 吃软食是最好的 要不给你们换青粥 铁色降下 运船破浪成风 四周显得格外安静 早知道老子当初把蛊虫一并研究了 也不用现在提心吊胆的 唉 那种玩意儿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田宝这次侥幸躲过了 下次 唉 这要是万一躲不过 怎么办呢 庸人自扰 经此一事 田宝他们日后 自会更加小心谨慎 这些年诸事顺风顺水 其实并非是好事 挫折 失败 反倒能够让人更快地成长 我田宝不一样 田宝不需要那些 别人被大鹅啄了 再见到鹅 一准是绕着跑 田宝要是被大鹅啄了 下次再遇上 他会先冲过去 拧了大鹅的脖子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最难预料的就是意外 这次的事情 让几个娃子长了个教训 确实好事 他们虽有本事在身 但是江湖阅历到底是强了 天下奇闻鬼谋 还有太多是他们没见过的 此时我们三个也有疏忽 也是给我们的教训 唉 难得你竟然能说出这番道理来 老子说的不是道理 是教训 嗯 说的也是 你大半教训 都是爷爷跟田宝给的 嘿嘿嘿嘿 你做事了 伤着呢 回房睡觉 手疼 睡不着 就来家板上走走 以后莫要如此莽撞 我有足够自保的能力 不用你们这样着伤手来救我 着伤了 如何 我会不开心啊 我也是 什么 你受伤了 我 我们会不开心的 你怎么知道的 你说真话被质疑的时候 脖子会往后仰 今天没有 绷着了 花碧他再次抬眸 一股压迫感 透过他的眼墙 是压来 你在说谎 伤哪了 天宝 你告诉我 我跟你一起去寻解决医治的办法 好吗 小伤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那条虫子被我掐两截了 身子烧了 头没找着 血丝流虫 或许沾上一点点 哪怕是半截 也会让田宝丧命 我知道了 既然虫子被你掐了 应该不会对你有太大妨碍 先会放休息吧 白玉 你跟老婆婆也要爱操心 天宝 说寿哪里不舒服 一定要告诉我 知道了 你们想想 那是何等阵仗 那八个穷凶极恶之徒 愣是在这等阵仗中杀出一条血路 破开城隍庙桥了 现在苍无西城的城隍庙墙 都还没修训好呢 你这人说来说去说不到重点 去的那一百高手 活着出来的只有寥寥数十人 你怎么不说 还是亏得最后胆怯了腿脚快 逃过了死劫 有人后来跑去城外水松林看去了 到处燃血 那其惨烈二子能形容啊 唉 九万两黄金哪 重金悬赏的告示 现在仍旧贴在城墙上 却是没人再敢去接绑了 谁敢去接啊 不说有没有命花 先问问 有没有命去赚吧 我估摸着 至少五十年之内 不会再有人去接绑了 那八个人 现在是各国通缉榜上的凶残之罪啊 这龙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大把 皇城的守卫 倒是比大约还严格 龙园国皇帝怕死 苍无城围剿失败 开始担心自己的向上人头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某菜连夜来 他已经梦了自己十八种死法了 国库地点记下了 地图在我的脑子里 既然是买咱人头的银子 自当成全他一回 入院后 龙园皇宫灯火通明 追查的人连对方行踪都摸不着 全都是一群饭桶 皇上息怒 苍无城围剿聚集了那么多高手 苏九尼跟独不清白小枫一行 便是再有能耐 经此一战 也会生出忌惮 何况我龙园境内 已经处处设防 想来他们是不敢轻易再露面的 这时候兴许 已经逃到境外去了 逃到境外 那群人乃是胆大包天 自以妄为之徒 你以为区区一次围剿就能下到他们 上百高手和力 尚且在他们手上全军覆没 他们会怕吗 以那些人雅兹必报的性子 势必要来找朕复仇的 说不定 他们现在已经在皇城了 而我们 还枉然不知 传话敬畏统领汪海 让他继续家派人手 务必守好宫中防线 令 明日起 皇城各处码头 也要加紧盘查 不能疏漏任何可疑传之 叶剑身 火光冲天 皇宫走水了 皇上 大呼小叫作甚 王海呢 叫他速速进店护驾 定是苏九尼 是他们来了 他们要来刺杀朕了 龙元帝身形一晃 往后退了几步 头上发际一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截短短的发缠 他的头发被人割掉了 苏九尼 龙元皇宫不过耳耳 皇帝向上人头盖之一纹 留待他日 姑奶奶有兴致了 随时来取 苏九尼 皇上 神没抓着 属下失职 请皇上责罚 不是禁卫军无能 是对方强得太过了 皇上 皇上 内库府 烧光了 火熄后奴才探查清点 什么 什么都没留下 库房里的东西并非是被烧毁 奴才猜测 起火之前 东西就已经全数被 被偷了 皇上 皇上明见 苏九尼把他的宝物偷走了 那是属于他龙元国的神兵图碎片 苏九尼 此时 两道身影连位 跃出宫墙 到得城外码头 运船大摇大摆离开 田宝 快快快 让爷爷瞧瞧 龙元皇宫都藏了什么好东西 可能不行 船舱太小了 田宝敏笑 把直当一赏的东西扔了出来 这东西丢了 龙元皇帝怕是比丢了一个内裤府仓还要心疼 这神兵图碎片 我猜测各国皇室皆有一块 以此相互制衡 提防 怕的 就是谁得到了完整的神兵图 一家独大 现如今我们手上 已经有了两块 这就代表 我们这块肥肉更肥美 以后要面对的危机跟陷阱 也会越来越多了 照你这么说 既然各国都怕他人拥有神兵出世 左慎不把手上的神兵图碎片烧了 如此一来 宝图再也凑不起 直接断了麻烦根源 不是更省事省心吗 奈何人人忌惮他独大 又人人藏野心 想独大呢 可惜了 各国国库的官营都有标记 不能拿出来用 迎山也只能放着当石头 不过 能够让龙元国皇帝肉疼 我就开心得不得了 不关短浅了不是 官营是不能直接用 不是不能用 让长头叔叔跟大胡子叔叔 他们把银子改个头换个面 不还是银子吗 你再可惜 不能直接娶了龙元皇帝的人头 我们小打小闹 诸国记得我们的能力 算是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以免跟我们硬碰硬 扩大损失 要是直接杀死了龙元皇帝 其他几国皇帝 定然也会担心性命受到威胁 是必要先下手为强 切实动起真章了 我们要面对的形势就截然不同了 我们还扛不起 这辈子做人 铁卯没什么野心 只求护得想护得仁义是安稳 自己做个自以江湖的逍遥人 回头写封信给魏蜜 让他赶紧支伦起来 免得打个架 还要替他顾及江山 叫他快点 话音还没落 一声轻轻的当声响起 茶杯掉落茶几 没拿我 是我放得太早了 你去换件衣裳 刚才铁卯接茶杯 手指在茶杯一线距离外开始收握 他不是没有拿稳 也不是看错了 血丝流虫 置换 喂 喂 白玉 做什么呢 田宝又欺负你了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不可能啊 以前被田宝揍得这么惨 也没见你生过气 难道是田宝侮辱你了 等着 待会田宝来了 让你们也受一受侮辱 上哪去啊 换衣服 白玉 你是我肚子里的虫子吧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说谎被拆穿之后 他就有种感觉 好像他有什么事都瞒不过白玉 师姐 你在肚子里骂我 我在你肚子里外面听到了 怪不得小时候会喜欢揍他 这样子是真的逃打 此事 可要告知杜爷爷他们 不 他们开开心心就好 回大约后 船帮码头补几时 咱溜 溜哪 去枪组 血丝流虫既然出自枪组 定能去那解骨之法 去 你那里应该受了不少出击 照照看 有没有医药或者蛊虫相关的点击 要是有 说不定 也能找出些办法 至少 让我们有点头绪 我自己的情况 我自己最清楚 还有时间 你别急 邪了容易乱方寸 嗯 田宝的又一个生辰 是在船上度过的 十五岁了 急急了 仪式还是要有的 宝啊 你好歹也是大姑娘了 就不能学学晚发吗 杜爷爷 您都是个老头子了 也没有学会梳头发呀 那怎么能一样啊 我一个糟老头子不修蝙蝠 没关系 你一个小姑娘 不能老是打扮得跟个假小子似的 嗯 独爷爷说的对 十五岁是大姑娘了 阿姨阿奶要是在这里 保不定啊 就要给你说人家了 田宝 以后要多多做姑娘打扮 三哥敢担保 你穿上漂亮衣裙 肯定能够迷倒一大片的青年豪杰 江湖儿女 不拘泥装扮 田宝现在这样挺好的 以后你离三弟远一点 别却他走出去 靠一张嘴就能树地无数 我送田宝的 好歹也是精挑戏选的户外 你们一个血玉 一个夜明珠的 全是随手就能掏出来的 好意思得瑟 送出集市礼 田宝知道我们有心就行了 玩挑拨离间 你先把脑子掌全了再说吧 素恩 白月 小爷跟你们一决雌雄 那你肯定是雌 热闹的生辰宴之后 夜色深浓 冰船再次安静下来 坐上 先坐 师姐 今天是你生辰 咱还是别动拳头了 生辰礼物 你已经送了夜明珠了 那个不算 生辰礼不可拒 师姐 一个银镯子盖不住你的英姿 真的 你说话的时候要是不忍向 我就信你了 我挑了好久才挑中的 罢了 他何时计较这些呀 接过礼物戴上手腕 睡觉 两日后 运船在云城外码头靠岸 当今登基一年有余 咱们老百姓的日子 比起以前是真的好过了不少 不仅减免三年赴税 随后又搬下多条利商利农政令 你们瞧瞧 每天里来酒楼的人 都比以前要多得多 这不都是手里有余钱了吗 明君盛世 百姓之盼呢 指望别再像以前 肯定不会 你们也不看看 皇上这一年做了多少 让百姓拍手称快的事 凭冤案 诉小人 众贤臣 袁将军府当年的冤案得意昭雪 袁绍将军重归朝堂 如今已经是护国将军了 能让袁绍将军拥护的 四世明军 我最佩服的是皇上下令 撤九国通缉令 虽说小狂刀老毒物一众 都是法外狂徒 凶名昭主 但是再怎么的 那也是我大阅的人呢 要抓通缉犯 也是我大阅的事 几国联名把通缉令贴到我大阅来 这不是阅祖带袍吗 不是仗势七国吗 我大阅国颜面何存呢 这次皇上一巴掌还回去 好 痛快 你这号我同意 再说回小狂刀跟老毒物几个 恶名确实传得广 但是咱们老百姓谁遭殃了 他们是江湖人 了的是江湖市 说句实在话 我从未听过他们欺负普通百姓 倒是他们踪迹出现在城中时 老百姓家里落过铜板碎银 当然 我这话仅是个人之鉴 流放之地里是什么情形 不在议论之列 小狂刀 小狂刀是谁呀 小狂刀苏九尼呀 你居然不知道外地来的 原来小狂刀是我家田宝啊 这个名号好听 谢了啊 大兄弟 吃你们的 聊你们的 不用看老头 我就是来听个热闹 来来来继续 不用管我们 小狂刀 外面的人挺懂取名号的呀 跟田宝贴切 是贴切 不过通缉令上通缉的人有八个吧 老子好歹是一帮之主 他们谈论的时候连提都没提 老子不配拥有姓名 是啊 大胡子 你叫啥名字 哎 说说嘛 你叫啥名字 来来来 重新认识一下 小老儿独不亲 胡帮主叫个啥呀 老子叫你爹 哎 乖啊 儿子 要笑就好笑 拿嘴放什么屁呀 独不亲 你他娘那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老子回去就收拾你 嘿嘿嘿嘿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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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嘟嘟嘟嘟嘟老 你 你们这 这 这是打 打哪儿去啊 什么打哪儿去啊 吃饱了 就回流放之地了 我们刚从龙园国回来呢 跟一百个高手打架 哎 这事 你们听说了没听说呀 还没传回来 龙园国都传遍了 我们哪 可凶残了 出了酒楼大门 后方还意犹未尽的时刻 大着胆子招呼 独牢 下回再来吃饭 还给咱们讲讲精彩之处啊 嗯 行 下回来 说好了 我们可等着你啊 等着等着 嘿嘿嘿 独爷爷 干爹 大胡子叔叔 你们先走 我去铺子给阿奶他们买点礼物 嗯 行 去吧去吧 快去快回 啊 不然的话 船可不等你了 好 田宝反身走进街边一家店铺 片刻后 从铺子后头离开 少年身影闪现至他身后 两匹飞马离城 田宝跟玉儿 已经出发去枪组了 我们按照之前的计划 各自行事 大胡子 你结交的商旅多 你负责跟这些人打听消息 小文小五 你们两个回土北村 看好场子 此事不可跟家里泄露 田宝不会想你阿姨阿奶他们知道 我回去调动人手 往诸国找办法 我这就跟小安出发 另外我在命帮中 给段刀递个消息 看看太医院的人 有没有办法 我回毒王谷一趟 若是新毒王谷 用的是以前老毒王谷的资源 那那些医药点籍应该还在 若是毒王谷找不到线索 我就亲自去枪组 臭丫头 明明中了蛊虫 蛊毒发作了 还强忍着不说 哎 真是要气死毒爷爷 我想过了 既然田宝没回去 我跟小五单独回去 反而会让家里更加牵挂田宝 我去白鲁书院 如今的通缉令已经撤下 有大设令在 我们也不是流放饭了 回去一趟屋房 书院里也有百年藏书 兴许能找到 跟蛊虫相关的直言片语 你们别把我看得那么没用 这些年在外面浪荡 小爷也算是交友广阔 三教九流认识的不少 跟他们打听坊间奇闻异事 也未必没有收获啊 田宝跟玉儿以为瞒得很好 那日田宝杯子没拿稳 他们三个大人便已经有所察觉 事不宜迟 各自出发 与此同时 流放帝白斧 臭小子 到了家门口了 都不知道回来看老子一眼 不孝子 哎 心丸野辣 尔大不中流啊 管家 传令成终 各个管事来见 家主 可是少爷出了什么事了 话多 快去传令 田宝出事 遇而能好 知子莫若父啊 哎 如今姓传回来了 被瞒着的白小峰大胡子 跟独老一行 却同样没有返回流放帝 定然是察觉到了两个孩子的异样 背后发愁去了 时间也进入十二运 长径街头开始飘起额毛大雪 皇上 段道叔叔 何是如此焦急 田宝 田宝出事了 当天下午 太医院就接到圣令 人手一达医药点 结翻的是废寝旺石 同时 皇城城门处 皇上招绑 广征奇人异事 入宫医治怪疾 皇上折杀老臣了 老太师为大跃鞠躬尽瘁 历经三朝 当得朕此理 且今日传老太师入宫 一是朕有事要相托 皇上丹情吩咐 朕有要事 须离近一段时间 希望干老能在此期间 能暂代管理朝堂事务 而今朝中新旧老臣各伴 互相不服 上他若无人管制 势必生乱 在朕的心里 能够镇住他们的 唯有干老一人 朕会留下任命干老 暂管朝物的手谕 若谁不服 可凭手谕罚之 皇上如此重托 是非去不可 非去不可 既如此 皇上想要老臣 镇守朝堂 比起一只手谕 当然是与臣隆令 更为合适 有隆令在手 譬如皇上亲临 老臣办起事来 也更加名正言顺 皇上觉得如何 治国之道有二 文朝堂 护江土 不管是哪一道 皆为守护山河百姓 此番朕徒了托付 干老文朝堂 也要托付 元将军护江土 朕以为 隆令交与元将军 更为合适 干老说呢 为何 难道皇上亲礼 老臣这个三朝元老的 功劳 挤不上元将军 非也 乃是朕心里 君为轻 百姓最重 干老守的是朕 而元将军守的是朕的子民 两位皆是朕以众之臣 无分彼此 更无需比较 我们为的 都是这江山社稷 臣 愿以残驱 为皇上 镇守朝堂 万死不辞 事业 一对快马 穿过长京城门 驶入远方夜色 哎呀 咱们这个地方入冬之后啊 能冻死人 到了腊月 街上的鸡血 就得腌腿肚子了 哎 两位客官 打哪来啊 这一路上 吃了不少苦头吧 嘿 瞧着你们啊 定是投回来烟霞关 对这边 稍微熟悉点的 要不是有 要事代办的话 是绝对不会 选在年关前后 过来的 小二哥好眼力 我们确实第一次 来烟霞关 你在这里 待了许多年了吧 可否跟我们说说 烟霞关内外情况 嗨 这烟霞关边陲之地啊 实在是没什么 好值得说到的 你们从别的地方来的 当然能够看出差别来了 这关内复数之地过年节 到处都是火树银花的 可是到了咱们这儿啊 听几声炮主啊 就算是过年了 入夜之后 街上连鬼影子都瞧不着 这么冷的天 出去走两步 这骨头啊 都得给你冻僵了 好在啊 这几年境外没有战事 要不然更惨 老百姓天天提着心 吊着胆过日子 唉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咱才能过上 真正的安稳日子呀 先皇帝是个明君 袁将军也回来了 以后会好的 对啊 皇上是个明君 尤其袁将军也回来了 你们不知道啊 袁将军被封为 护国将军的消息 传了过来之后啊 咱们这一城的百姓 高兴成什么样啊 当时那个热闹 过年节都赶不上 境外时不时就来点挑事的蛮子 也安分了许多 袁家军当年的威名 即便是过去了这么多年 也能镇住那些蛮人 小二哥 关外除了总想挑事的蛮子 谁有别的部族生活伴 你可听说过枪族 你们打听枪族做什么 唉 看你们年纪轻轻的不懂事 听我一句劝 啊 那个部族啊 你们少打听 为何 打听枪族的人会烂肚子的 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啊 在很多年前 城里啊 也有外乡人过来打听 第二天人就没了 长川渡烂 浑身有小虫子爬 可吓人了 我爹调查的信息里 附有关外地图 找到枪族所在地并不难 难得是怎么进去 我们先在这里待两日 活在城里四处逛逛 看能不能从旁 再多了解到些枪族相关的信息 天宝 你别急 我不着急 你比我还急 白月 不用反复检查门窗 赶来的都是送死的 放弃自己是怎么中骨的了 当初见识少 你没见识的事情多了去了 睡觉一定要关好门窗 知道了 今天真的没有不舒服吗 少女直接将他踹出去了 叶健身 人跑了 嗯 没抓到 无妨 还会再出现的 你怎么样 对方应该是来试探我的 我猜血色流虫除了会让人自发置换 也能靠敌音来催动发作 所以对方现身 只是为了用敌音试探 看你有没有中蛊虫 又或者是中的蛊毒到了何种程度 我们今天刚到这里来 晚上对方就来了 沿途有人盯我们的烧 你说蛊虫能靠敌音催动 刚才听到敌音 是不是又出现幻觉了 在能压制的范围 不等了 明日就启程去枪组 苏天堡 在 明天就去 我也很着急的 主子 这次没能查探出来 他追出来了 是 苏九尼不能等闲试之 跟他一块来的小子 也不能小看 是 可看出他的状态如何 重没重骨 主子再给储下一次机会 我去再探 我不是说了吗 苏九尼不能等闲试之 这次试探 马上就被他发现还追了出来 下次再探 你能确保逃得掉 那两人不仅身手好 脑子也不差 在他们那儿 事情只可依 不可在 不用再去试探了 即可动身 随我回部族 主子 若不出意外 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族里去 届时由圣女亲自对付他们 一日一早 南岳 我中骨了 我知道你中骨了 我还知道你现在 能气不喘翻三座山 出关的城门已经开了 这个时候出去 赶到关外小渡 能赶上一趟雪橇 若是晚了 就得等到下午了 这些橇赶落没办法 下次让你好好睡 要是实在困 我背你 方向 东南 别跟丢了 两位客人 可要搭雪橇啊 比较大的 幸好赶上了 哦 要去往何处啊 你搭我们到何处 我们便在何处落脚 好 上来 看来这雪橇 是特意来赢他们的 怕吗 这话你该问枪族 我有点怕 雪橇停下时 夜色已降 我族圣女说 两位贵客远道而来 本该以礼相待 乃和立场不同 两位若想敬我枪族 那便要看看 两位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通过峡谷往里二十里 便是枪族 两位请 走吧 我也想见识见识 着实我实力不济 天宝 你可别丢下我一个人 自己先跑了 惨 看来这枪族圣女 想要不战而胜 打得好主意 以后不许把我裹成这样 裹上来的全是累赘 我也不知道 枪族圣女如此无耻啊 谁让你跑到我前面的 下次再自作主张 我就把你扔下去 师姐不忍心的 我不需要你帮我挡虫子 暗器 我没想帮你挡虫子 暗器 就是找到你面前 来帮你挡挡风 夜色已降 山顶铺沉白雪 而雪山下方点点灯火相应 凋落笔林 那里便是神秘枪族了 圣女 他们已经通过雪山锁 烧了山顶 说是再不想办法阻拦 他们很快就会杀到族里来 他们是来求我将族节骨的 若是将人杀光惹恼了我们 苏九尼也得跟这一块死 所以他们不敢大开杀截 主控权在我们手上 慌什么 不过他们既然来了 就别想那么轻易走出我枪族 阿吟 把他们引去百杀镇 圣女 百杀镇是要百民族人献祭 这要开启此阵吗 苏九尼跟白玉虽然功夫不错 但是我们未必没有别的办法立敌 想要杀他们 可以用别的法子 他们要是那么好杀 派出去的人就不会需要自爆了暗算苏九尼 他们二人虽然找了过来 但是苏九尼究竟有没有中骨 我们还不能确认 昨夜敌因试探不是失败了吗 除了百杀镇 用什么法子都不能确保万无一失 赶紧去 是 卢嬷嬷 不好 不好了 族里来了两个生人 连强要开百杀镇 阿吟那个走狗 带人抓了我们白玛族的人去献祭 卢嬷嬷 快救救他们 谁被抓了 卢嬷跟姐是个族人在雪林里打猎 回来是被阿吟带人埋伏 全被抓了 那个走狗不敢直闯白玛族驻地 且实时想要残害我族 你让族人做好戒备 警方连翘的人再来偷袭 我去把鲁马他们带回来 我这就去给大伙传话 阿婆 冰儿跟你一块去吗 冰儿吃饭 阿婆一会就回来 乖乖待在家里别乱跑 外面那些人坏着呢 会乱打人 好 别二听话 圣女 小姑娘胆量不小 没错 我是羌族圣女连翘 你胆量也不错 敢暗算我 年纪不大 却牙尖嘴利 你们两个寻来这里 不可能毫无阴由 当时有求于我 还敢如此对我说话 你错了 我此来不是有求于你 是来命令你办事的 田卯坐身跃上竹台 举步朝女子逼近 你说我能不能办的 我虽不知你是否中了蛊虫 但是染了蛊毒是定燃的 否则你用不着跋山涉水 来我羌族寻晦气 羌族人皆善遇蛊 若是寻常的蛊虫 族里随便一个人就能解 唯独血丝流虫的毒 想要解掉非我不可 小姑娘 你若将我杀了 可就要给我陪葬了 我是无所谓 只是你觉得你值当吗 我重没中毒 我比你更清楚 你会死 我也不会给你陪葬 你信不信 结谷 想我结谷不是不行 前方是我枪足大阵 你们若能成功闯阵 届时我自无二话 我去闯 我要苏九尼亲自闯 你再敢算计它 我就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喂虫子 我闯阵 你解还是不解 圣女 住手 不可伤我做圣女 你敢伤我 最后一次机会 结还是不解 解 枪足上古 阵法必然也跟蛊虫有关 先给我师弟收点利息 他若伤着了 我让你亲眼看着你的肉被剁成末 我不会虫子 为你吃下去 喜阵 住手 陆某某 你敢插手我枪足的事 你枪足 连翘 老身也是枪足人 整个枪足可不是你一个人的 当初你用阴谋诡计 是不足分裂 你我二人曾有言在先 自此井水不犯河水 但你今日起用枪足杀阵 却用我白马族人的姓名来献祭 你先坏了誓约 就休怪老身插手阻拦 我白马族被抓六十二人全在此 老身把人带走了 但是今日之事 绝不算完 免得有些人跟狗 以为我白马族当真好欺负 你要解血丝流虫骨毒 随我走 我替你解 陆某某 你这是在向我宣战 先宣战的人是你 脸翘 我早就警告过你 只要老身还活着一日 你敢逗我白马族 我必要你后悔莫及 玩骨 老身可不怕你 白马族家的 回家 小姑娘 小子 还不跟上 师弟 走 阿婆 你回来了 冰儿没有自己吃饭 等阿婆一块吃 不是叫你先吃吗 不用等 阿婆这不就回来了 都站在门口做什么 都进来 烤烤火 你们俩是打哪来的 怎么得罪连翘了 婆婆 你真的能解血丝流虫骨毒 老婆在说能解 自然能解 我阿婆从来不骗人 这是我孙女冰儿 你们等会儿 等我吃饱饭 就给你们解骨 你们要是没吃 就一块吃点 但是不能多吃 这里冬日太长 我家傲冬的米粮 仅够我跟孙女两人份的 田宝白玉 就这么全然放松下来 或许是老婆婆的 行事作风 跟阿奶太像了 容易让人生出亲切感 重骨的是你吧 把手伸过来 待会儿虫子就跑出来了 一刻后 两刻后 老婆子耐不住了 小姑娘 你真的中了骨 血丝流虫 细如毛发那种虫子 不可能啊 吕默默眉头皱得更紧 从怀中掏出把竹笛 看了面色平淡的少女一眼 将笛子凑至嘴边吹揍 红丝语有反应 听到昏去如坠梦 确实是中了血丝流虫之香 这就奇怪了 缘何解不了呢 按理说 只要血丝流虫在你体内 闻到红丝玉的味道 不出半竹香 血丝流虫就会循味钻出来 你中的骨虫可是完整的 不完整 中的可能是半条的半条 我把它掐掉了 虫脑袋还是虫尾巴没找着 鲁默默 不完整的骨虫 你也定有方法可解是不是 解不了 不过血丝流虫 以头尾试毒 以体运毒 身子被掐掉了 近身一个头部或者尾部 能试出的毒性并不大 所以暂时来说 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但是没有重体感应 残体也诱不出来 会一直留在小姑娘的身体里 待十日久了 毒素持续轻蚀破坏 不受刺激便吧 若受刺激 情绪气负过大 必死无疑 十日九十多久 种血丝流毒者 最多三日便会疯癫 你这种情况不好说 短则一年 长也不过二三载 累积的毒素 就会开始影响你 难以压制 你们若是不急着走 就在这里多待些时 我枪租骨虫 皆是可解之物 这也是祖伤给祖里 留的后路跟生机 老婆子才输学浅 你们带我去翻翻 老祖宗留下的骨骑 兴许能找到办法也未定 多谢婆婆 我们不着急走 婆婆 我们苏妹平生 你为何肯尽力救我 你这孩子 心房太重 你们二人携手闯峡谷 为对方甘愿 涉险赴死破阵 当是重情义之人 我为何肯尽力救你 就当老婆子看你们两个 合眼缘吧 天色不早了 楼上有空房 你们自己找地儿水 我去给你们拿铺盖被褥 对了 待在这里不能吃白婶 我白马族人少两少 老婆子可养不起你们两个 我给你们找办法 解毒 你们平日里呢 跟着我族人一块去打猎 护一护他们 就当是给老婆子的报仇了 好 圣女恕罪 此次属下抓白马族人献祭 是为了给我们党乡 保存实力 更是为了维护 圣女的名声 属下此举绝无私心 若非知道你没有私心 你现在已经死了 姓鲁的老前婆 关键时刻出来坏我的事 果然当初就不该留着她 圣女所言甚是 陆摩摩仗着有点能耐 从未将圣女放在眼中 当年圣女出继位 她就带头分裂枪族 带着白马的人自立门户 这么多年没少给我们添堵 这次更是把苏九尼 跟白玉给救了去 圣女 她真的能解血丝流虫 枪族没分裂之前 老前婆曾为族中大祭司 她的古术就是老前婆教的 叫人盯着那边 剩下的事情我再做安排 姐姐 吃饭了 吃完饭 要去打猎 保护鲁马叔叔他们 我叫鲁马 是组里面打猎最厉害的猎手 你们是从关内来的吧 为什么 你们会跟连翘结仇啊 我记得你 昨晚我们打过照面 当时你还在哭鼻子 看你还有脸吹血 笑什么笑 昨天晚上你们哪个没哭鼻子 要不是鲁摩摩来得快 咱们全得被放干血 咱们跟鲁摩摩脱列部落后 连翘就视咱们为眼中钉 她手底下那些走狗欺负咱们 不是一回两回了 只不过这次更狠 你们以前也是强族人 为何后来会分裂 还不是连翘那个贱人 以前我们强族并不是这样的 自从连翘用计当上了圣女 一切就都变了 保命救人的古术 被他拿来杀人谋私 要不是这样 我白马族也不会跟他划清界限 强族世代居住此地 与世隔绝安分守己 使连翘把我们的生活改变了 现在的强族 就只剩下野心跟贪婪 可惜咱们白马族人少 还有些被连翘吓怕了 又回去当了墙头草 最后留下 坚持到现在的 就只剩下几十户了 要不是有鲁嬷嬷护着 咱们这几十户 怕也早成了白骨了 亏得嬷嬷以前当大祭司时 还尽心尽力教导连翘 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你们两个跟紧我 进林子以后要小心一些 冬日里 林中的野兽饿得很了 比任何时候都要凶猛 一不小心啊 就要丧命的 好 我们要跟紧了 林子里有什么野兽 林子里的野兽啊 那可多了去了 熊瞎子呀 大猫啊 雪狼啊 尤其是雪狼 喜欢成群出现 但凡是遇上了 我们只有跑的份 怕什么来什么 雪 雪狼群 至少聚集了二十来只 跑 快跑啊 腿脚好的快跑 我来 青手身影如青烟往前飘去 速手抓住冲在最前的雪狼 凌空一轮一甩 把后头并进的三四头狼 全部击飞 天宝 给我留点 别动 我来 给我留 我的 少女身影在狼群间穿梭 快得像是在圈地 天宝 你给我留两头嘛 待会找熊瞎子 大猫要不要啊 要 要捆狼嘛 也很好玩 这俩后生可都是高手 打猎不用攻 回刀不足 不足都轰动了 明儿早上 我们还来等你们 带你们去找大猫 鲁嬷嬷的视线 落在占了屋子 近半空地的猎物 嘴角不可见超动 你们两个倒是有能耐 再这么拼几日 宿里熬冬的食物净够了 关内何处来的 说了嬷嬷别笑话 我们两个是朝廷通缉犯 被取过通信 你们当真是能耐 我会尽快找出解毒的办法 免得你们实力打了折扣 到时候啊 应付不了那么多强底 可惜锁桥断了 外面大雪封山 意识出不去 没有办法给毒爷爷 跟干爹他们传信 告知你的情况 待能出去了 我立刻给他们递消息 告诉他们 我的毒无碍就行了 我知道你素来报喜不报忧 但是这件事情 还是跟长妹们如实相告的好 你的毒暂时看起来 没什么大碍 但是解毒依旧是大难题 正好现在大家伙 已经跑到各处寻找办法 把事情告诉他们 正好可以让他们 有寻找的方向 免得多走弯路 跑 快跑啊 腿脚好的快跑 我来 青手身影如青烟往前飘去 素手抓住冲在最前的雪狼 凌空一抡一甩 把后头并进的三四头狼 全部击飞 天宝 给我留点 别动 我来 给我留 我的 少女身影在狼群间穿梭 快得像是在圈地 天宝 你给我留两头嘛 待会儿找熊瞎子 大猫要不要啊 要 要捆狼吗 也很好玩 这俩后生可都是高手 打猎不用攻 回到部族 部族都轰动了 明儿早上 我们还来等你们 带你们去找大猫 鲁嬷嬷的视线 落在占了屋子 近半空地的猎物 嘴角不可见抽动 你们两个倒是有能耐 再这么拼几日 宿里熬冬的食物净够了 关内何处来的 说了某某别笑话 我们两个是朝廷通缉犯 被九国通缉 你们当真是能耐 我会尽快找出戒毒的办法 免得你们实力打了折扣 到时候啊 应付不了那么多强底 可惜锁桥断了 外面大雪封山 意识出不去 没有办法给毒爷爷 跟干爹他们传信 告知你的情况 但能出去了 我立刻给他们递消息 告诉他们 我的毒无碍就行了 我知道你素来报喜不报忧 但是这件事情 还是跟长妹们如实相告的好 你的毒暂时看起来没什么大碍 但是解毒依旧是大难题 正好现在大家伙 已经跑到各处寻找办法 把事情告诉他们 正好可以让他们 有寻找的方向 免得多走弯路 天宝 有些事情真不能瞒着 否则哪天你万一有什么事情 他们的心里 只会更难过 更自厌 我在毒爷爷现在 已经把毒汪谷掀翻天了 瞧瞧打赌啊 不毒啊 毒爷爷 是我们家小老头 一毒双绝 爱凑热闹 喜欢耍嘴皮子 只要有他在 就没有冷清的时候 人见人爱 哇 真的吗 自然 没错 人见人爱 另边乡 烟霞关外 皇上 左桥已断 这里也过不去了 魁北门入口 从那里进 皇上 如今大雪封山 北门入口 已经被雪堵实了 最稳妥的办法 是等冰雪消融 那就从雪山上爬进去 朕等不了 圣女 族里应验通报 有人想闯雪山 神已经在北入口 总共十三人 可知来者身份 不知 但手下猜测 是敌非勇 苏九年跟白玉刚来不久 那些人就紧随而至 应该是一伙的 就把他们一并留下 并应验 待五十不重 把那些不情自来的人 埋在雪山里 入夜后 你去抓一百族人 注意避开其他人耳目 我要重启百杀阵 这次要再给我出幺蛾子 你的脑袋就别要了 是 属下定当半途 去吧 把乔奴叫来 乔奴 你是王爷指派给我的人 身手在我枪族 可算最顶尖的 这些年你对我忠心耿耿 比起阿银 我对你的信任实则更多 因为我们都一心忠于王爷 现在苏九尼来了枪族 我们倒联手把他拿下来 眼下我有件最重要的事情 交与你办 祸会丧命 你可愿意 但凭圣女吩咐 好 将事情交代完 停回到楼上卧房 六郎 带拿下苏九尼 大功一件 你总该来看看我了吧 天宝姐姐 鲁马叔叔说 下午去西边雪山看看 那边也有猎物可猎 姐姐 你带宾儿一块去 好不好 现在不怕我了 不怕 想去就去吧 我去告诉嬷嬷 姐姐带宾儿去玩了 天宝 你不觉得我们遇到的人都很奇怪吗 但凡年轻的年纪小的 怎么一个个都要往你那凑啊 小麦瑟是这样 有冰儿也是这样 你小时候跟他们一样 是 他小时候喜欢凑上去讨揍 咱们俩一块来的 他光年你不年我 我这么大一个人 坐在这里跟不存在似的 正常吗 少爷这张脸 长得也不差哪吧 下回找个年你的 没想到冰儿会愿意清静填饱 鲁嬷嬷一定很欣慰 冰儿看起来有十四五岁 但是比这个年纪的普通孩子更单纯 年前刚满的十五岁 要是没出意外的话 枪族现在的圣女本该是冰儿 她小时候可聪明了 在古树上一点就通极有天赋 联巧为了能够连任圣女之位 设计把冰儿害了 当时的冰儿才八岁 自那以后 她就一直是八岁的孩童性格 年岁长了 但是智力却永远停留在了八岁了 你们枪族圣女在不有实现吗 哦 没有 成了圣女后 至老死之前 族里才会挑选下一任几任 联巧是因为当初犯了情戒 失去了继续当圣女的资格 所以族中的长老们商量以后 打算让冰儿继位 联巧心狠手辣 直接动手害了冰儿 联巧谋害下一任圣女 没有受罚 她联合外界高手强压 之后那些长老 就再也没有一个人 敢开口反对她 联巧身边护着她的高手 也是外面的人给她的 那个不要脸的 姐姐 你打脸为什么那么厉害呀 冰儿也想跟姐姐一样厉害 我教你 嘿嘿 路马叔叔 这么好走的路 你们怎么都喘大气了 冰儿 来 哥哥给你比赛 谁能先爬到前头那座小峰 算谁赢 你赢了哥哥 姐姐给你裂头狼 哥哥赢了你 你快去哥哥帅气 如何 哥哥指的那座小峰 是笔直笔直往上的 冰儿爬不上去呀 而且 哥哥本来就帅气 不用冰儿快也帅气呀 臭你这句话 哥哥就不赢你 你赢不了 画壁 拎着冰儿就往小峰飞去 阿婆 姐姐好厉害 今天姐姐咻的一下 带冰儿飞上去了 好高好高啊 哥哥真的送了我一头狼 是头狼哦 长得最大只 肉也最多 阿婆 姐姐还说教我打猎 以后冰儿也能打猎物 孝敬阿婆了 冰儿今日这么开心 以后也要开开心心的 你开心了 阿婆也就开心了 冰儿每天都会开开心心的 百杀阵 什么意思啊 连翘已经开心百杀阵了 要是所料不错 这次他的目标 是我们 及整个白马族 古冲已经朝这边来了 嬷嬷 冰儿 通知大伙快走 别慌 马上去防护洞 白公子 苏姑娘 你们也进防护洞 老生回来之前 烦请二位替我照顾好冰儿 嬷嬷 你可是要去解阵 如何解告诉我 我去 百杀阵 以人血为义 只要血气浓郁到一定程度 蛊虫就会闻心而动 无可解 连翘这时候启动阵法 必然已经做足准备 我们只能躲 别废话了 快进去 你不跟我们一块进去 你要去哪 我要去把汇聚过来的百杀区里 否则他们会一直逗留此处 藏在防护洞里的人便出不来了 默默 连翘启用百杀阵 必然会把防护洞一遍计算在内 他要杀我们 又怎么看着我们躲进洞里 安然避祸 此举并非我们以为那么简单 背后肯定立有杀招 后续百杀阵真正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我们逼进防护洞 是血崩 白玉 走 他话音刚落 远处山头再次传来异响 山崩地裂的前奏 挽彻彻黑夜虚空 一旦血崩 整个枪族都活不了 连翘怎么能这么做 为了一己私欲 连族人的性命都不顾了 连翘 连翘 这就是百杀阵 铺天盖地的蛊虫 若无提前防护 天上地下都躲不过 北马族人还在防护洞里 我要去救他们 血崩之前能逃一个是一个 你们先走 苏姑娘 老神拜托你替我照顾冰儿 这上面写着 老神推算的节骨之法 未能全部加以验证 以后要靠姑娘自己了 萌萌 族人在防护洞里 尚能避开蛊虫 这时我把他们叫出来 只会让他们更早丧命 苏姑娘 我 萌萌若是肯信我 什么都别做 之后的事情交给我 我会把白马族人 一个不少的带回来 萌萌 天宝说到便能做到 且信他也会如何 阿婆 冰儿 信 信 姐姐 阿淫 侠奴 你们看 他们死了 凡人再能耐 在天地面前也是不堪一击 外界把苏九尼的能耐 传得奇虎玄虎 现在如何 不也被埋在雪底下了吗 圣女 我们枪族的人也在那里 他们全死了 全死了 你为什么不让族人提前撤离 你要杀苏九尼 却让他们全部陪葬 为什么 我们的至亲都在里面 至亲 我何来至亲 当年不过因为我对外族人生了情 族中就要免去我圣女之位 甚至要让我受酷刑责罚 那时候族里人谁曾同情我 可是这些年我继续统领枪族 下面的人对我也是颇多微词 民工暗笔 这些你都是知道的 阿淫 怎么会问出这么可笑的话呢 你疯了 你真是疯了 他们本可以不用死的 你明明可以先让族人撤离 连翘 原来你从未把族人当人看 你又比我好多少 开启百煞镇要用族人献计 你抓族人的时候也不曾手软 现在反倒质问起我来了 说到底 你现在如此愤怒 不过是因为你阿弟阿娘跟弟妹 也被埋在雪底下罢了 从此以后这天下懂得古术的 就只剩下你我二人 荣华富贵在前头等着 一个数千人中的小小羌族 算得什么呢 阿淫 念在你我主仆一场 你若想继续跟着我 刚才那些不敬我既往不救 若不想你就自行离去 我也不为难于你 就这么着吧 你是何人 是你制造的雪崩 你就是今日想要闯雪山的人 果然是敌非勇 乔奴杀了他们 我必要你生不如死 这耳玉龙的动静渐渐减弱 雪崩停了 白月 你在这里照顾嬷嬷跟冰儿 我去把人带出来 快去快回 我就在这等你 卢马叔叔 白马族的 出来 安全了 雕楼呢 我家呢 怎么抬头就能看到月亮啊 不对啊 谁把我家防护洞的出口挪到外面了 什么挪外面 咱们的楼全都不见了 刚才外面那么大的动静 你们都听见了吧 天宝 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躲在洞里 差点没被吓死啊 对啊 刚才动静太大 我还试着把洞口的木板往上顶了下 顶不动 我还以为是连翘叫人 把我们的防护洞都给封死了 刚才雪崩了 你们全都被埋了 啊 操他老子的 真的是雪崩啊 你们看 枪组也全被埋了 白马族人才发现 他们这里是例外 一粒雪墨子都寻不着 所以他们才能活着爬出防空洞 走吧 先离开这里 免得哪里有没有清理干净的蛊虫冒出来 平白丢细米 天宝 那边 那边的人 是不是都 都死了 嗯 没人通知他们躲进洞里 天宝 天宝 是不是你 天宝 天宝 你怎么来了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没事的 我就知道 哈哈哈 师姐命硬着呢 你来做事 来找你 白玉呢 她怎么样 她又受伤 先跟上 待会再试救 等会儿 我抓了个人 你应该会高兴的 这里有蛊虫 有完没完 走 抓的人也都带过去 好 回到雪林 是近半个时辰后 行啊 来得及时 竟然把连翘抓着了 我收到消息 就用最快速度赶过来了 外头大雪封山 枪族的人为了阻拦我们进来 翘了不少雪团 我们闯过来之后 还不知道去哪里去寻找你们 就撞上那三人从枪族跑出来 幸好 幸好你们都没事 在我们面前就算了 在外面可千万别这样 师兄 注意身份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陆萌萌 你曾是枪族大祭司 我是你看着长大的 你当真要外族人如此召见我吗 陆萌萌 萌萌 连翘 你坚持往生为人 跟这种心如舌仙的恶父何必多说 杀了他 连翘 你对付白马族尚有个理由 可枪族其他的人做错了什么呀 几千条性命啊 他们全都是追随你的人 你怎么能下带了这个狠手 畜生 萌萌 杀了这个畜生 你们都想杀我 告诉你们 我若死了 姓卢的老前婆就要给我陪葬 我早就在他身上中了同命骨 我若死了 他也绝活不了 我老婆子活了这把岁数 送死又有何可惜 就算我细命 你以为你就赢了 脸翘 这么多年 你诸多手段用尽 怎会不知 有时候生不如死 比死更可怕 你是鲁嬷嬷 你做不出来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枪族数千冤魂在天上看着呢 我要让你 白骨失心 方能告为他们的在天之灵 白骨失心 不 你不会的 你不能这么做 你想吓唬我 休想 柳狼 柳狼回来救我的 乔奴 乔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你快救我 因为暗器从那个方向直朝田宝袭来 而这眨眼的功夫 连翘心口 已被一把匕首刺破 浑身上下揭不起眼的男子 此刻躺在雪地上 他将暗器投出的同时 田宝回敬了他三枚离针 为什么 为什么背叛我 柱子 有连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若生女被俘杀 不 不可能 我不信 你骗我的 骗我的 流浪不会这么对我 流浪他不会 会 至死都不肯相信 他最爱的人会这样对他 阿婆 阿婆你怎么了 你不要下兵啊 你醒醒啊 阿婆 姐姐 苏姐姐 你救救我阿婆好不好 你救救他 你救救我阿婆 苏姐姐 同命骨如何解 不许哭 回答 同命骨无可解 众骨双方一旦死亡 骨虫也会跟着死掉 同命骨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但是这于事无补 死掉的人已经救不回来了 鲁嬷嬷 鲁嬷嬷嬷 别怕 姐姐在呢 田宝将鲁嬷嬷抱起 二话不说往远处送去 田宝立刻将一粒护心丸 背紧他嘴里 即后把鲁嬷嬷收进空间 护住他心口余温不散 等护心丸释出药效 或许能给鲁嬷嬷 换来一线生机 姐姐 我阿婆呢 我把鲁嬷嬷送去医治了 不能问 问可能会吃不好 田宝 嬷嬷嬷上哪去了 你真的能救他吗 嬷嬷在哪不能说 就像我怎么救的 你们也不能说 明白吗 我懂了 天机不可泄露 明白 我明白 我们都明白 田宝 我们信你 不管多久 我们都等着鲁嬷嬷回来 苏姑娘对我白马族大恩大德 我等永世不忘 日后但有差遣 愿为姑娘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皇上 这是原本绑在乔奴手上的绳子 这上面 有被啃咬的痕迹 他应该就是凭此 脱困偷袭的 虫子咬的 应该是连翘育骨虫干的 所以他一开始 故意挣扎怒骂 为的其实是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给乔奴打掩护 只可惜 本以为乔奴脱困后 能救他离开 却不想乔奴反而是他的催命符 罗马叔叔曾经提及过连翘的过往 他犯了情戒后 得了万人助力 才得以继续认圣女之位 乔奴应该就是那人留在他身边的高手 如此说来 连翘死的时候 嘴里患的六郎 便是藏在他身后的人 可惜他将那人看得重过一切 不惜为其伤天害理 然在那人眼中 他却不过是一枚 随时可气的妻子罢了 乔奴之所以这时候杀连翘 是怕他吐露主子的秘密 藏在背后的人 定然非富即贵 所用势力也极为庞大 连翘换他六郎 要么他名字里有个六子 要么于家族排行第六 等出去后 我立刻卓人调查各国皇室成员 离开白马族的时候 已经是开始冰雪消融的三月了 这次离开 多带了一个人 天宝 消息已经给独爷爷 赶紧他们递过去了 以忘却留传递消息的速度 最多半个月之后 他们就能收到 小二哥 没看错 就是我们 又见面了 对了 我们刚从羌族回来 不知道待会肚子里 会不会爬出虫子 电小二轻着脸就跑了 小二得罪你了 开个小玩笑罢了 这电小二挺有意思的 就是胆子小了些 无妨 多笑笑 等独爷爷收到信息找来 届时你想笑也笑不出来了 天宝 别喊 笑不了你 我自己也选 白月 魂离 嬷嬷给我羊皮诊 写的是枪组文 我一个字也看不懂 天宝 枪组文 兵儿认识 鲁嬷嬷用枪组文 兴许 早就有了脱孤之意 准备妥当上路的马车后 即刻起程回边城 接下来走水路 十多天后就能回到边城 路线就这么定了 不准改 倒也不用如此着急 不说兵儿 便是田宝 也没来过江南地 多走走看看 也可掌掌见识 师兄 说起来 你也该尽快回宫了吧 你好歹是皇上 不能总让你跟在我们身边当户也不是 既然出来了 我也想尽兴而归 下次再出京 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遗憾能小一下总是好的 不是 好吧 把一组水路尽快归家 为离带尹为沿途游儿尽兴后归京 不用飞捆在一起走啊 冰儿 田宝姐姐家里还有个小师妹 叫小麦穗 年纪比你小一些 跟你一样 特别喜欢田宝姐姐 等见了面 你们两个一定会很聊得来的 真的吗 真的 田宝 把羊皮券拿出来 冰儿 念 那冰儿念了 田宝姐姐 你听好哦 要是有不懂的 都可以问冰儿 来 你们俩念给我听 呀 我以为你们俩认字呢 世间有虫 名不于取其虫卵孵化 以血丝流虫喂养 待不于长虫 埋入体内 使不于吞噬血丝流虫残体 再将不于引出体外 古读集结 此法古籍记载紧一笔 不知此虫产于何地 是否当真存有 上策渺茫 姐姐 姐姐你别担心 必要认字 我们还可以继续找青族古籍 我都能给姐姐念出来的 全部的字我都会认 我 我也会努力救姐姐的 快兵儿 我们都相信你 给姐姐解蛊解毒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我没块努力 你跟田宝姐姐 还是相处的时间太短了 她若是露出什么情绪 绝对不会愁自己 只会愁别人 比如愁用什么方法 揍人更痛快 或者愁怎么整治人 才能更干净利落 愁没嫁的 愁鬼见愁 什么都能愁 就是不会愁自己 看见了吗 姐姐现在就愁 要不要让他俩也愁一愁 姐姐 那你刚才在愁什么呀 刚才没愁 就是有点想婆婆了 原来姐姐也在想阿婆 她一直都很想阿婆 可是她不敢说 诶 姓白的 你的消息到底准不准呢 田宝今天真的能赶回到边城 喂 你是不是拿假消息糊弄爷爷了 啊 你瞅瞅 这天都快要黑了 我田宝的影儿在哪儿啊 你跟我说说 你要觉得是假消息 还待在这里做甚 先回土北村好了 呸 你一掘屁股 爷爷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想扛爷爷先走人 我就不 我还就要在这儿等着了 对了 独爷爷 长东叔叔 你们回来的路上 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留言啊 什么留言 我跟干爹回来的时候 在江城附近的码头停靠的时候听来的 有留言说 咱们几个都死翘翘了 什么独爷爷爷被五马分尸啊 长东叔叔被利剑穿心 我跟干爹淹死在河里 我听到的时候啊 都没笑死 我初一听脑子里只有四个字 事风日下 那些歹人说谎不要脸 啊 你们都听过 怎么就我不知道啊 是哪个蠢货 把白日梦说出来的 可谓长辈评评理 死流言可是离大谱 为何只有你们几个有死法 众武清文 文人不配拥有姓名吗 众武 那老子的死法 必须是威武霸气 大哥 你快说说 我是怎么死的 大家伙都死了 不可能唯独露了小爷啊 我要去找田宝 白小枫 你不是说田宝走羽渡古道回来吗 我去古道寻他 乱什么 这么离谱的谣言 我们都不信 田宝能信啊 你懂个屁呀 知道真假和有没有受到刺激 不是一回事 万一呢 没有万一 田宝定会好好回来的 喝口茶静静心 坐在这里等田宝回来会合 这个时候 你真要跑出去了 可能反而会跟田宝走岔了 便是真有个万一 你去了顶什么用 你会驱骨 还是会截骨毒啊 活到老 学到老 等田宝回来了 你去学完骨吧 白小枫这孙子 专戳爷爷废管子 哼 你喝成了 田宝就回来了 醒胡的 我日你大爷 大街尽头 传来隐隐约约马蹄声 越来越近 独不亲 抄起茶壶 砸在大胡子身上 凌空一个跟头翻窗而出 你大爷的独不亲 老子弄死你 茶水点心都被那俩粗人祸祸祸完了 一地狼藉 看着就磕着 去重新点单 好嘞 没问题 田宝 白小子 阿黎 爷爷接你们来了 对不起 你贪贪有种 别破那么快啊 既不如人 怪爷爷太快 大厅广众的你丢人不丢人 有种 别追那么紧 站住 嘿嘿 打不着 少放屁 就知道跟老子较劲 屁股上挨奶一下 不上脑呢 田宝啊 你干爹真不是个东西 他居然朝爷爷放箭 都爷爷 大胡子叔叔 被打屁股了 咳咳咳 两个臭小子 宝 咱们出去玩一趟 顺点好东西就算了 你怎么还往家里捡人了呢 都爷爷 他叫鲁冰儿 以后住咱家 具体的边走边说 来接我们的 不止您跟大胡子叔叔吧 姐姐 那是我三个哥哥 以后也是你的哥哥 他们好热闹 好好玩 亲日起 热闹好玩 都有你一份 哎 这里不用伺候了 摇扇子的 退下吧 哎 坐着坐身呢 要打仗 田宝 这两个要饭的 是你给本座招来的 都爷爷 干爹 大胡子叔叔 要不我跟田宝 先到隔壁重新点一桌吃的 你们这小丝啊 要饭的 解决完了 咱们再过来 闭嘴 坐下 这种场面每天都有 看着看着就习惯了 赵女坐在那儿喝着茶 吃着点心 将对枪足的经历 娓娓道来 其余人安静地听着 干爹 你呀 还是不明白 你懂得爱惜自己的时候 方式爱惜疼你的人 疼不疼啊 不疼 疼的 傻丫头 疼了 是可以说出来的 你逞强不说的话 他们会更难过的 明日望却楼具 一试你说句就句啊 爷爷要是去了 岂不是很没面子 后日再说 老子先回去看看行程 有空再考虑 给不给你面子 哎呀 嘴硬的唯一好处 就是现在出了口恶气 但是明日必定鼻青脸肿 小师弟 你该回家了 陆爷爷 飞了 魏林 带爷爷上马 给我追 清晨 第一语金光穿透尘雾 村庄后山上鸟蹄清脆 是 昨晚上回来的 你们都听到动静了 哎呀 这几个小队回来可闹腾了 一路上周车劳顿的 这不一大早上就睡晨了 我没叫他们起来 上他们多睡一会儿 这几个小兔崽子 见天地的 也不知道在外面 忙过什么东西 晚些起床了 说是什么 要去内城走走 老婆子也懒得管 不是有句话说 倦鸟归巢吗 累得知道归家就行了 枪族是外族 关内有关于外族的秘书 记载的还是太过稀少了 我清静望雀楼之力 在周边各国境里搜索 寻得的东西 也仅仅只有 捐簿跟羊皮券上的记载 稍稍有用 实则上面 关于蛊虫的解释 也不过是短短几句话 全无提及血丝流虫 而田宝那边事情有变 现在更需要的 反而不是有关于 血丝流虫的消息 而是不渝 也就是说 他们此前找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已经算是无用了 未必无用 这些东西收集来的时候 你们可都一一瞧过了 仔细翻找翻找 或许能找到些 有用的线索也未定 祖传古籍之打虎神功 这谁弄来的 打虎跟古城有半文钱关系啊 杂耍之驯猴要领 这与不渝虫十八竿子 能打得着吗 别攀别 我给你们看个更离谱的 家传致富金之敲桌 这种东西 不用想都知道 是哪个憨货带回来的 误会 真是误会 你们也知道 江湖人不拘小节嘛 这都是我那些兄弟哥们 忘年交奖义气给我寻来的 虽然完全不搭尬 但是行义两星之嘛 是不是 世间有虫 世间有虫 天下跟世间一样大 究竟哪里才有这个虫啊 不渝 生死不渝 不渝虫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什么来着 别小看小爷 看看这是什么 不渝 世间有虫的不渝 不渝 真是不渝 没想到竟然真让咱找着了 哈哈哈哈 吴小子平时最不靠谱 没想到这次立下投工的 反而是他呀 小娃 刚才让你受委屈了 白伯伯给你奖赏 想要什么 尽管开口 白伯伯 别的奖赏我就不要了 但是私人恩怨 得立马解决 哥哥弟弟们 来 轮到你们死了 既然得到了不渝虫的确切所在 众人即刻商讨 接下来的章程计划 熟道之难 难于登天 且地域范围绵延千里 岛中处处见山俊岭 战道天梯 起行前 可先捉人探路 准备充分再往前行 在此之前 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 何事 这些年 几个孩子在外 时常闹得天翻地覆 能力越发惹人忌惮 尤其是田宝 已经成为九国掌权者 皆与处置而后快的第一目标 虽然孩子们在一起 每每总能化险为夷 但是这般见招拆招 太过于陷入被动了 等于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 该想办法把掌控权拿过来了 让对方也尝尝 明知是陷阱 却不得不追着陷阱跑的滋味 好 妙急 怎么让对方追陷阱 就像他们把你们遛的团团转一样 回过头去遛他们 如今大陆各国之间看似太平 狮子暗地里都在寻找着 等待对方露出破绽 以期从对方身上咬下一块肥肉来 我们扔出一块肥肉出去即可 一如面前蹲了九条狗 主子扔出一根狗骨头 就能看到狗咬狗的场面 至于狗骨头 找一条长得肥的狗 从他的身上挖吧 原来是否如此阴险 整个中原大陆 大大小小国家是一个 铁开大鱼也还有十个 可给我们发通缉令的只有九国 也就是说 还有个国家一直没有参与进来 东蒲 南桑 北壤 大荣 云秦 风兰 龙园 陵江 商贝都下了场 剩下的那个是西陵 哦 是了 我们一直忽略了这个事 西陵是四个大国里实力 仅次于东蒲的强盛国潮 怪不得能扛住九国的压力 不与他们走一条道 其他几国应该也不敢对西陵强压 不知道这个国家抱的是什么立场 管他什么立场啊 咱们现在已经是狮子多了不养了 他不下场 咱们少打一个 要是下场 顶多咱们身上 再多一个狮子呗 管狮子做什么 先找狗了 就如同当年的祸世一族 只要让他们心里起了忌惮 千方百计也要除之 诸国仗着国事高高在上 我们在他们眼里乃是蝼蚁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定然想不到 不过是灭一群蝼蚁罢了 怎么竟然那么胆 是以手段也开始变本加厉 干爹跟大活子叔叔还我爹 应会听师父的建议 先派人前往数道探路 藏在背后的人 这次算计填饱险些成功 之后也必然会更加不遗余力地刺激他 接下来时都轻松不了 所以计划一定要详细且缜密 回头我弄个酒锅沙盘 咱们一个一个推 白玉 你怎么懂沙盘啊 师父没叫过呀 没看到旁边的书架子呀 我爹装门面衣装几十年 年年从外买新书回来光摆不看 本少爷无意看到沙盘推一眼 学了个皮毛 来来来 正式谈完了 下个七打八时间 晚两局就能去望雀楼 扛师父回家了 小麦穗 又偷偷跑出来了 你还知道回来呀 我等了你一早上了 你出远门我等 回来了还要我等 怎么有这么坏的甜宝姐姐 小麦穗 您九岁多了 怎么还这么挂在姐姐身上 怎么不能 男女瘦瘦不轻 男女大方跟我们没关系 我跟姐姐都是女的 别说挂着了 一块睡都行 我娘说 姐姐昨天带了个小姑娘回来 叫冰儿 是你吧 我叫小麦穗 是我甜宝姐姐未来的席 不是 打小就是我甜宝姐姐最疼的宝宝 姐姐 咱先回家 这次你一定要好好的带我玩 不能再丢下我了 我都九岁多了 能看见你的日子 一张纸记书记不满 好 姐姐 我针对她呢 她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冰儿是真不懂 她小时候因为天资出众被人算计 脑子一直停在八岁年纪 长大了 她很纯真 也很善良 这么说来 那我岂不是比她还要大上一算 算了 既然是姐姐带回来的 以后我把她当妹妹看吧 嗯 小麦穗也很善良 还很聪明 很可爱 很漂亮 是 我姐姐说你好聪明的 你们枪族的字我姐姐都不认识 你全部都能念出来 我 我只会认枪族字 姐姐会打猎 会救我的族人 比我聪明更多 那是 天宝姐姐是天下第一厉害的 姐姐平时总是忙得很 你既然来了土北村 以后我带你玩 绝对没人敢欺负你 我教你练中原字呀 还有我霍家的编法 我也能教 哎 你掏过鸟蛋吗 抓过泥匈 摸过田螺吗 我都能带你玩 真的吗 跟姐姐一块吗 跟姐姐一块 还有独老头 还有白玉跟魏梨 苏家撒个皮猴子 还有村里别的小伙伴 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的 咱都能一块玩 好 空间 鼓离树下 发色银白的老妇人 是荣安详 心口处 余温未散 说明他的法子 目前为止是对的 你在生气 他们惹的 过来 白已经十分明显 在耍性子的人 拉到西边 扯了他的衣服 扔进溪里 田卯蹲下 跟洗菜似的洗人 待在空间里闷了 想出去玩吗 待会儿带你出去 在外面 行有名作有姓 给你取个名字 白日登山望风火 黄昏银马 傍交合 苏望白 书和 田卯 你家这什么灶啊 咱们火越烧还越小了 来帮忙忙 不然天黑了 都喝不上一口凉茶 姐姐你都空了 快来帮我跟别人掏鸟窝 早树上有个鸟窝四个蛋呢 你四岁爬树的时候 就跟猴一样利索了 掏个鸟窝 还要喊田卯帮忙 羞不羞啊 药你管 小麦穗 等鸟生第五个蛋 再喊你田卯姐姐 爷爷这正事没忙完呢 田卯 快来盐药 药房里的药储都长毛了 阿姨阿奶 爹娘 二叔二婶 姑姑 咱家还要多个人 苏家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半空凭空掉下个人来 片刻后 老大老二啊 待会儿把独老的屋子也阔一阔 小安小温小五 画地基 威力 继续跑土 嘿 正好家里有多的新铺感 这下能用得上啊 他叫苏旺白 苏家几个长辈们 对于苏旺白的来历没有询问 也没有跟本尊打听 啊 行 反正你想做什么 你老四爹是管不了你的 想好挑哪根狗骨头了 上尉 再挑 九国纵横中原 其中的五个小国 以依附四大国而生 一言一行 全都看大国的眼色形势 其一举一动 也皆在依附国监视之内 他们当中若有人起了什么野心 是绝对瞒不住的 所以有能力挖鸣铁 炮制活死人 瞒过诸豆耳目 让枪租为之所用的人 不太可能是五小国 至于大荣 自从龟一阁被挑后 龟一阁普制落在我们手里 望确罗就取代了龟一阁 撤在各地的暗庄 大荣若有异动 绝对逃不过干爹的眼睛 就是说 算计填饱的人 有极大的可能 是出自四三个大国 十四个 西陵从未参与过这些分拯 九国通缉令 也没有西陵的手笔 儿子 这西陵就不用算在内了吧 何必给自己平白 多招惹一个强敌呢 倒头子 狼可从来不会说自己是狼 你腌制对方是敌是有 这万一冤枉错了 指不定这西陵是助力呢 助力皆可用 阻力皆可除 娘 你看什么呀 眼睛暴绿光 跟狼看肉似的 什么狼看肉 小吉是卖菜卖包子的 几户家里 有闺女代价 让我给他们闺女做美 做美你找别家小子去 别在我几个师兄身上打主意 他们在江湖上混了那么多年了 寻常家的姑娘不适合他们 魏离是皇上 农家女不可能当皇后 这个心就不用想 白玉就更蒙想了 除了我田宝姐姐 没人能震得住他 我猜他要跟长东书一样 孤独终老 至于苏家三个哥哥 苏安肯定要找会播算盘 会手材的 苏文对文人风骨 外批魔争了 媳妇也定要知书达理 试问断字才成 还有个苏武 他喜欢拳头硬的 你小丫头骗子 倒是比你老娘还有懂行的 那是自然 我好歹有第三分脑子 你是一分没成到啊 你要是有你田宝姐姐 两三分可人 老娘能乐上天 那娘您只能烧香拜佛 下辈子再生个 让您乐上天的了 这辈子甭生了 要生也只能生儿子 啥意思 再生个闺女 也不会有田宝姐姐好 我怕给您再气一回 我田宝姐姐 是独一无二的 臭丫头 给你新智的衣裳 就不让你带去了 啊 放家里 什么时候回来都有的替换 阿爷 阿奶 有空我就会回来 啥时候想回来都行 也不用记管我们 我们身子骨都硬朗着呢 走吧 走吧 行了阿黎 别磨蹭了 你这一次离宫出走的时日不短了吧 国事要比家事重要 咱们大阅老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 可就全靠你了 回去好好干 啥好好干呀 整个跟阿黎是去打长工似的 阿黎 一定好好干 知道魏黎今天要返京 大胡子特地空了一艘运船 早早在河边等着了 田宝 数到难行 说是需要我 不需要快走吧 阿黎 我们出发数到的时候 会给你写信的 虽然你不能跟我们同去 但是沿途的所见所闻 一定会与你分享 让你如同清零 如今我们都是大人了 要懂势力分轻重 你的职责是江山社稷 我们如果真的拉着你一块去数到 天下百姓该要唾骂我们 祸国殃民了 阿黎 你肩上的担子 逼我们任何人都中 国泰才能民安 如今九国是流放地为眼中钉 大越国强 他人才不敢随意见他寄予 你是我们最大的后盾 责任可不清 你我虽然不能移到策马江湖 但是殊途同归 师弟 家在那 一直在 若有人欺负你 找师姐 找师兄们也行 咱也都是你的靠山 说大话也不怕斩了舌头 咱且比比 看看最后谁是大靠山 行了 真是啰嗦 赶紧走吧 再聊下去 天都要黑了 阿黎 回到船舱里 可别哭鼻子哦 被文武百官知道了 可是要笑掉大牙的 滚犊子 沐纵怨船消失 小子们的笑声才消失 刚才阿黎的样子 是不是快哭了呀 就说不能那么逗他 那小子做什么事都认真 玩笑少开 你们懂个屁呀 阿黎分别是表面正经 内里骚的 他肚子里憋得小坏水 咱们谁没喝过呀 我没喝过 滚开点 等阿黎日后退位了 咱再带他 去见识见识 真正的江湖 等到那个时候啊 咱们也老掉牙了 让孙子重孙子 抬着咱去 数到那边再过几日 应该就会有消息传来 九国可能会先与我们 在道路上设陷阱 要不要先下手为强 自然呀 总不能总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鼻子疼 别这么说自己 你不是牛 此时要跟师父详谈 没问题 小麦穗 我们为什么要躲在这里偷听啊 天宝姐姐她们过几日又要出远门了 我娘盯我盯得贼心 我要是在前院路面 她一准把我逮走 我只能偷听啊 为什么霍婶婶要把你逮走 不想让我听到天宝姐姐她们的路线呗 以前我趁家里不注意 偷溜过几次 想出去找姐姐 我娘都把我给逮回来了 岁数一多 这不就有经验了吗 我爹跟姐姐她们谈钥匙的时候 听都不让我听了 我娘更是把我当家贼来访 简直令人发指啊 这次你也要偷溜吗 去找姐姐妈 我跟你一块啊 放心 我肯定要带上你 不会丢下你的 想要让九国咬起来 不能从小国着手 中央五个小国 皆是依附大国而生 面对强手毫无反抗之力 便是将他们的皮肉都割了 他们也只会选择忍气吞声 大容虽是中等国 但也无根诸国抗衡之力 吃了亏后 权衡利弊必然选择让步 事情闹不起来 所以狗骨头 要从四大国里挖 被撕咬了吃了亏 只有强国放有胆量 与底气反扑 且在那个位置上 强国也不得不反扑 现在再来说说 如何挑选下手目标 四国在中原的分布 西陵位于西北面 与小国云秦相靠 背靠外江辽阔草原 无可争之地 南桑在中原最南端 与海为林 敬我大约 南桑想要进入中原腹地 需得穿行大约 同样的 其他各国想去南桑 也得跟大约借道 一旦纷争闹起来 不管大约缠不缠火 都脱不开干系 是已在南桑挖谷 亦不可取 北壤 虽然地处中原中心 四通八达 但是北壤又分别 依附于其他的 风蓝 龙园 陵江 伤被包围 力量凝聚过于庞大 也不是最好的下手目标 最后 东蒲 师父 你就别卖关子了 继续往下说呀 一壶茶水都快喝光了 您再喝 就得跑茅房了 你身边做的 全都是比你有心眼的 知道 他们为何不随为师吗 刚才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他旁边做的 全是虚假兄弟 请比纸还薄 东蒲 西境于北壤接壤 东南境正好批林大戎 而蜀道 又正好在这三国交界中心 以绵延千里的纵线 将三国隔开 是三个国家 防备彼此的天然防线 最重要的是 蜀道的归属 在各国间一直存有争议 东蒲 北壤 大戎 都想将蜀道归于本国版图 此行你们要去那儿 各国也会在那儿不陷阱 那就在蜀道动手吧 各国不是一直在追寻神兵吗 让他们发现神兵可能就在蜀道 恰好 你们手里的鱼耳足够 神兵是鱼耳 安明铁活死人 就是我们做耳的工具 到时候 若是各国当真都只派人手进入蜀道 给咱们使绊子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借机 把神兵所在的谣言传到他们耳朵里 这不比让他们自己发现 来得更快吗 不不能放传言 那样痕迹太重 反而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 能待在上位的有几个傻子 端凭几句闲话 他们绝不会轻易尽信 但若是他们自己的人 无意中发现了相关线索上报 那又另当别论 他们自己发现的线索 就算心头依旧存有疑虑 也会在确认真假之余 动手段警防其他几国发现 争强 这样一来 病人是神兵还没有出现 他们要先打起来了 等树中那边有消息传来 你们就可启程 现在先散了吧 你们在我的面前一坐 我就耳根子疼 姐姐 这次你一定一定要带我一块去 以前你五岁半就出去闯荡江湖 为什么我不可以 我马上就十岁了 呜呜呜呜 你一次都没带人家出去玩过 呜呜呜呜 你要是还不带我 我真生气了 小麦穗 真生你的气了 呜呜呜 病儿快 咱俩一块儿哭 呜呜呜呜 我跟师父师母商量商量 姐姐 那可说好了 我终于回去收拾行囊 我只是说商量 哎呀 这些小兔崽子们 刚回来一个月 转眼又要出远门了 我瞅着这回小麦穗 你要跟着一道去 还有望白 肯定也得跟着填跑 一个个的回来总闹腾的不行 他们出去了 在耳根子才能清清清清 爹 娘 这不是还有我们哥俩在呢吗 你们要是喜欢热闹 咱们哥俩能给你们唱大戏 你们要是想要清静啊 咱们立马闭上嘴吧 老大算说的对 要是还想不够热闹 把小小根穿着他们拽家里来 一人一句话就能闹翻屋顶 火花水 赶紧把你的婆娘带走 要开船了 天宝 小麦穗 小麦穗我可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把他给带回来啊 一定 娘 放心 我不会让你跟爹无二养老的 你就不能说点吉利的嘛 呸呸呸 爹 把娘好好带回家 再见 臭丫头等会儿 娘话还没有说完呢 你听我再交代几句 走啊 开船 快开船 再不走 我娘就要跳上来了 别难过 很快就回来了 姐姐 我终于能跟你们一块出来玩了 开心死我了 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小师妹啊 就是个没心没肺的 她怎么可能会难过啊 就连太阳啊 都要被她闪霉了 这么笃定 你还趴在那儿看了这么久 你自己都不信 老子趴在那儿 是防备她哭 呜呜的嚎声 你们是没听够咋的 这船上可没地儿躲 胡说八道 小师妹善良可爱 便是哭也是极其好听的 如何说出个朵字来 苏武 你又在我背后说我坏话 出来 我奶奶要跟你单条 可惜这次长东跟我干爹 要留守留放地 不然此行的话 会更为热闹 九国沙盘你推演了半个多月了 定的目标跟师傅一致 跟我们再说说详细章程 这一路行程不短 形势章程要慢慢计划周全 不着急 反正目标已经定了 接下来 死定的东服就是了 白小子 你们去空流岛那一回 你占我田宝便宜了 多爷爷 我没占田宝便宜 是苏安占了我便宜了 我这么年轻有为 他居然叫我爹 你老平平理 我敢要他这么大的好儿子吗 白玉你个狗 你以为也想当你儿子 这不是为了实施计划 全一致计划 计划还是你想出来的 多爷爷 揍他 是他要跟田宝办夫妻的 不信你问苏文 多爷爷 我是护卫 孩子们前往蜀道的消息 不出半月 就会传到各国手中 我们也要早做准备了 待九国从乱象中 醒过神来 流放帝 就会成为众师之地的 他们敢来 老子就敢打 那可不成啊 光会动拳头 视为莽夫 一双拳头再赢 能打几个人呢 打是肯定要打的 但是呢 得用让对手 最痛的方法打 等皮外伤 变成怯身之痛 九国此前的忌惮 就不会再是忌惮 势必要将填堡置于死地 诸国集结的反扑之力 绝对不可小觑 一旦冻上真格的 最危险的是填堡 而流放帝 是填堡最大 也是唯一的软肋 他在乎的人全在这儿 你呀 就是爱操心的命 老男人去一块不喝的 醉死是不罢休的 让他们醉去呗 晚上吐巴吐巴 就能醒酒了 非这心做事 左右有空 煮一壶解酒茶 不费事的 待会儿贤姐姐给先生也端一碗回去 喝了解酒茶 明儿起来不会头疼 行 给我倒一碗大的 好 这么好的女人 当初嫁到那户人家 真是瞎了眼了 不是 是那家人瞎了眼了 这么好的女人都不懂珍惜 秀儿 你现在年岁也不是很大 你要是有成家的想法跟我说 老娘把整个流放地翻遍了 也定给你找个最好的 贤姐你可别 我没有要再嫁人的想法 现在这样的日子 我觉得很好 胡帮主 胡帮主 醒醒 先把几酒茶喝了再睡 我给你的令牌 一色未用过 土北村日子安宁 我一无所求 令牌给我无身用处 胡帮主 且把这碗茶喝了吧 能缓解酒醉跟头疼 秀儿 我们认识的有十年了吗 应是有了 你今年多大了 三十 三十有五 是 我比你年长了许多 这句话说完 男子便起了憨声 像是真的睡着了 王爷 自从南宫清雨登基后 就再也没有流放饭 送入流放之地 是以我们的人 无法借机混进去 此次苏九你等人 启程蜀道 属下安踏流放之地时 还发现 流放地外围多了四道防线 将整个腹地 守得密不透风 因为有四道防线防守 你无法潜入 所以苏九你等人 出发蜀道 你竟在数日之后 才得到的确切消息 是 王爷恕罪 起来吧 其他各国派出去监视的探子 不比你好多少 四道防线 除了白甲 十二码头 以及望雀楼 另外的一道防线 应该是南宫清雨设下的 他们皆比我以为的 更要看重苏九尼 王爷 接下来我们当如何 苏九尼已经在有几日 就要抵达蜀道 可要立即动手 不 只要有苏九尼在 单以立地 我们是绝无胜算的 只会平白折损人手 况且本王也不想 他现在就死了 以免事情脱离掌控 此行 我们只需先探出 他们去蜀道的目的 加以破坏 让他们的目的 无法达成即可 传令蜀道暗探 盯紧苏九尼一行 见机行事 是 姐姐 这里是北乡林江 跟大荣交界 加上咱大跃 算都是四国交界了吧 怪不得街上 那么多穿不同服饰的人 这里定然很热闹 热闹是热闹 但是你凑不上 夸你三脚帽 功夫都是抬举你 你是两脚帽 臭老头 我辫子厉害着呢 没人比的时候 你第一 但凡有个人冒出来 你就是第二 从我们上海开始 就有人一路盯着了 想好怎么玩了吗 让他们盯 我们边玩边走 先摸清地形 内心人没有弄清楚 我们的墓底前 不会轻易动手 还有 这里人多眼杂 有话找没人的地儿再说 睡房没外人 晚上我去找你啊 田宝 夜色见农时 田宝睡房门被人轻轻扣脚 我以为你会翻窗 不是你说人多眼杂吗 我要是翻窗进来 落在外人园里 跟循你优惠似的 还不如光明正大扣门而入 咱得堂堂正正 师处有名 说正正 数到剑山俊领绵延千里 光是山头就有上千座 失离一天险 要找到我们想找到的东西 不容易 我建议从最高最险的山开始着手 壮壮运气 若是难了没有 再往两边各个山峰散开去找 你是说天风山 嗯 那是数到第一险峰 毒爷爷跟小麦穗儿 冰尔不适合上去 不用他们涉险 我跟你去呀 天宝 你行吗 我很行的 到时候见真章 在此之前先办要事 不然把毒爷爷他们放山下 我一样不放心 九国得先乱 自然 否则我也不安心 出了这个镇子 就处处是险地了 我们第一次来 地视图看的再多 跟实地终归不同 我还是那句话 先摸清地形 在我们有具体的行动前 那些人也不敢动手 时间充足 天宝 那些人一旦动手 必然先对付你 记住 不管他们放出什么消息 说出什么话 全都是假的 只要你还在 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有事 但你若再上当受刺激 我们剩下的人 就绝活不了 你是我们的盾牌 亦是我们的支柱 你干什么 我有点害怕 天宝 要不你抱抱我 安慰我一下 青年 北升出了房间 房门砰的关上 小麦岁跟兵儿 心情不好 你都这样安慰 怎么换我就不行了 天宝 你不能歧视小师弟 差别对待啊 隔壁的隔壁睡房 立刻传出动静 白玉 爷爷还是教训的你少了 居然趁着爷爷睡着了 敢偷鸡摸狗的够当 兔崽子 我不叫你窜息而亡 我就不是你毒爷爷 另一个方向 小麦碎紧接着杀道 姓白道 顾奶奶打小就知道 你会是情敌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今儿被我抓着 你就完了 哎呀 我怎么在这儿啊 定是犯了梦意之症了 毒爷爷 小麦碎 咱们有话好好说 你们听我解释啊 天宝上榻 默默拉起被单无脸 在打杀逃窜声中 黯然睡着 白玉 你昨晚被做了几顿啊 小麦碎 没在你床上扎木刺 窜息了吗 马上要吃早饭了 你别整有味道的话题 别着急啊 师兄弟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我吃的东西 肯定要喂一半到你们嘴里 谁跟你师兄弟 你打哪来的 靠这种近乎 起开起开 你不认识 别跟爷装熟 小麦碎 快出来认一认 这是你情敌吗 谢谢三位哥哥 我这是过了名路了 急了 那些究竟是什么人呢 舍得各国都派人跟踪啊 可不是 我数了一下 刚才跟上去的 至少有五国人 被跟踪的那群 应该是大跃来的 这几年各国不是出了件 轰轰烈烈的事情吗 大跃 九国 你是说九国通缉令 出了小镇后 狭窄夹道两边 高山的压迫感就显现出来了 还隐藏着无数人所不知的危险 哎 反正来这就是玩 咱们见路就走 见山就爬嘛 行事母物底无章法 此处如同迷宫 你行路爬山下来打了个转 还记得自己走过哪条道吗 得做标记 什么子武道 白瞎一个道子 压根就没有路 唯一的路 还是小爷刚刚踩出来的 这破地 平时压根没人来 这还是开胃菜 大头在后头 数到已战道及天梯闻名 没看见这两样东西 说明我们还没找到上山的路 慢慢爬吧 哎 这地儿比幽山还要难走百倍 没人来过好啊 没人来啊 说明这里的好东西还没被人发现 要是寻到什么天才地宝 嘿嘿嘿嘿 我的 都是我的 他们来了一个月了 已经扫了四条道 我们根本就守不住 而且苏九尼一行还变本加厉 现在连钉烧的人都不留活口 大容驻扎营地 至今为止我们设下的陷阱全无作用 强行与对方应拼 更是网宋性命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立刻给主子传信 再行请示 另外给其余诸国传递消息 要他们到口庭一聚 有钥匙相伤 到口庭再数到腹地岔到口 五国人马齐聚在此 不能再应拼了 大容的先开口说话 眼下形势诸位都很清楚 只要有苏九尼在 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无用功 我建议 暂时只盯梢监视 先不做别的动作 南苍领将皱眉 并不赞同 嗯 若是如此的话 我们就更拦不了苏九尼了 明知道他来此 定然跟他身上的谷毒有关 难道我们来此 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 什么都不做 任由他把谷毒给解了 到那个时候 九国更得头疼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你们倒说说当如何是好 总之我是一筹莫展了 东扑来人压不住的暴躁 北乡领头人谋心微动 莫统领 你可有好的建议 几位都是强国来人 论国力论实力 诸位都在莫某之上 你们尚且头疼 我哪里有好办法 莫要取笑在下了 莫统领此话诧异 云情虽只是小国 但是背靠西陵 我们哪敢取笑你啊 此次对付苏九尼等人 唯有西陵没有任何动作 或许西陵国军有什么命令 赤下给莫统领了 哎哟 这可真是有嘴说不清了 云情确实背靠西陵 但是我朝内政独立 朝中万事乃是我皇说了算 再者 西陵国军盛名 也不会随意干涉小国大小事 再说了 这几年西陵 一直不曾参与外头各种纷争 并非只是苏九尼这一件事 西陵国军如何想的 莫某也不知道啊 既然大家都没有办法 不如听一听我的建议 邀请几位过来商议前 我已经传信回去警示 在接到回信之前 我们暂时按兵不动 只捉人继续监视 若是发现苏九尼找到解骨线索 在河里出手搅和 这是我目前能想到 最稳妥的办法了 既为意下如何 就目前的处境而言 如此确实是最为稳妥的 至少保证了 紧要关头 还有人手可用 那帮贵孙子在干嘛呀 田宝 快来帮爷爷看看 是不是我眼花了 那些孙子大晚上的跑路 独爷爷 你没眼花 那些孙子 确实是连夜跑了 我们在这边生活 他们便以己渡人 以为我们会像他们那般 无能夜袭吗 唉 早知道啊 应该先杀过去 再回来吃东西的 可惜了 不可惜啊 正合我们意 这里是大荣营地 以大荣在各国间的地位 绝对不会做出 不战而逃招人笑饼的事 看来 他们也将达成一帜 换战术了 走 今晚咱们住帐篷 对呀 为什么我们之前 不抢他们的帐篷住啊 他们来此住宅 守株带兔 衣食住的准备 肯定齐活啊 哎呀 咱们之前可真是 蠢瞎了呀 这么好吃的 白食平白 没吃上 爷爷一个多月 风餐露宿 住在帐篷里的 全是罪人 哈哈哈哈 独爷爷 走 咱们这就过去 揪战雀查 明月侠是 蜀道最重要的一道县官 想要进入后半段蜀道 必须经过此地 倘若蜀道 这位发生战乱 北乡只要守住这里 就相当于守住三军两道 也等于 守住了整条边境线 这是云秦国营帐 看来守在这儿的 是云秦人 你怎么知道 是云秦的 帐篷上插着云秦锦旗啊 你没见过啊 哎呀 望白吃力都能留点黎智在肚子里 先生教你的东西 你是吃进去了一点没留 反反正正拉出去了呀 嗯 今儿必须要住帐篷 读了啊 你老想住帐篷啊 来来来 里边请 无视献殷勤 肯定有诈 诸位放心 绝不欺诈 你们往里面请 我跟手下今晚待在外边 你们若想过明月侠 我们不想打 既然如此 大家目标一致 真的无需动干额不是 都出来 举白气 云秦的到底在玩什么呀 主教卖国 布状被迫卖国 你们既然不想打 死刑布莱岂不是更好 也不早我们惦记 几位 我们云秦也是有口难言呢 不是我们自己想来 奈何人为言轻 布莱就是众师之地 云秦实在是扛不起诸国刁难 所以 我皇才下令让我等过来 做做样子 虚与为仪 虚与为仪 诸位 我们是真的不想打 家里尚有老洽有小 这事真的犯不上 你们说是不是 云秦既扛不起诸国刁难 你这样放我们过去 就不怕后果承担不起了 那些丁烧的人可没走 本将莫利人 姑娘就是苏九尼吧 多谢姑娘提醒 我早就跟布下说了 你们绝对不是残暴 试杀之人 果然没猜错 那些丁烧的人 默默还真不怕 先跑的又不是我 是大荣呢 大荣都跑了 却叫我云秦人 往上达命 这诸国可就不占理了 머蛇 周府 8 背景 丁烧